所以財政預算案在2月發表 然後4月1日就根據財政預算案來花錢 明白嗎? 我們這幾年多數都阻礙他的 不讓他這麼容易過的 到最後都是過的 因為在立法會建制派有43席 你一投票你就輸給他的 只要拖一下他 拖一下他的原因就是懲罰一下他 甚至是監督他 你怎麼去理財呢? 到今年的3月31日 即是2014、2015年的財政年度 政府累積的財政儲備是8,000多億 厲害 因為去年才爺發表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他猜今年成年的財政狀況 就是只有91億的盈餘 但是今年他發表財政預算案 又要預測下一年的財政狀況 就告訴你有300多億 但是去年他告訴你 今年2014、2015年度有91億 他說現在我要調整修正 應該是630多億 你去年告訴我最多有91億盈餘 現在有600多億 那又計錯數了 為什麼這個計錯數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呢 就是如果你在去年發表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你知道未來一年政府的財政狀況是非常穩健 而且有大把錢剩的話 那你去花錢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稍微鬆手一點啊 明白嗎 老人家去年就應該要兩個月的掌聲三塊津貼 兩個月的生果金 給他多兩個月 是不是 如果你知道你有那麼多錢 他就不是 他鋪鋪呢 就行騎樓底大鋼規 穩陣得不得了 先計算股條數很小 讓你的人不要吵 又要我派堂 去年他就說 現在的經濟狀況 香港已經有改善了 這些一次過的紓困措施 就不應該那麼鬆手 所以原本 免公屋租金兩個月的 就減低一個月 記得嗎 就是告訴你 因為 都沒有什麼錢剩的 如果去年我們知道 今年有六百多億的財政盈餘 他只是免你一個月 公屋租金 你當然不肯過他 今年他照舊 又是一個月 之前還在吹風說 連一個月免租都不給你 現在是給一個月 因為現在埋單計數 有六百多億的財政盈餘 下一年又有三百多億 然後他告訴你 未來五年政府的收入 都是多過支出的 都是有盈餘的 不過 十年之後 有結構性赤字 十年之後 你掛了 十年之後 你跟我說十年之後 是不是 有這樣的才爺都有的 未來五年 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 都有盈餘 不過十年之後 可能會有結構性赤字 那說這些話 目的就是一個 喂 政府不可以亂睡的 是不是 不可以給你那麼多福利 我們經常要求 綜援金提高 是不是 你現在每年按通脹都不行 因為當年 03年的時候 這個董建華 減了十幾個巴仙 你記不記得 這十幾個巴仙 都還沒給你 當然 綜援 大家可能有些不同的意見 現在的新來港人士 一年之後 就可以拿綜援的了 那你多謝民主黨那些人幫他 OK 打官司 是不是 財政 有盈餘 不但有盈餘 是庫房水浸 那如果你做多些 其他那些所謂長遠的東西 建多些醫院 是不是 特別是對我們的長者 那些健康中心 大哥 不夠 是不是 健康中心不夠 除了一個地方不夠之外 是那個醫護人員 嚴重不足 我們這些老人家 現在連健康中心去驗身的時間 都要排這麼久 的話 喂 大家例示 我有cancer 我不知道 我有cancer 我要去驗 喂 到我有得排隊 給我去健康中心驗身的時候 驗身的時候 你沒期了 那就是收工 是不是 還有 你有個藥物零冊 有些標靶藥 一萬元一劑 那那個老人家說 一萬元一劑 我都聞健康 在香港辣給飯 還用一萬元一劑 我怎麼給得起 我現在沒得給這一萬元 公立醫院 不會幫你給標靶藥的 政府醫院 OK 那就是 兩個字叫等死 這就是一個這樣的社會 我現在告訴大家 我加拿大有個朋友 三年前 患了一個幾乎是不治之症的癌症 現在還在 三年前 我去到加拿大 我打電話給他 那些氣藥牛屍 翁敏 你不要來找我 我現在都在治療 到去年 十二月份 我去探他 很精神 他告訴我 我吃了六種標靶藥 每天有醫護人員 來幫我抽肺積水 保住條命 我總共洗了加拿大政府 一百萬加子 但是我斗令都不用說 香港 我不是跟他說 我說香港你 上個鐵台了已經 早就 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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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百萬 港幣給你洗 政府 醫治你的病 人家福你 為什麼這麼好 當然他說 因為他抽稅抽得多 抽成三十幾個百分之稅 喂 你要我抽三十幾個百分之稅 都可以 你給我這些東西 我就可以了 簡單 你現在利得稅 只有十七個百分之稅 全世界最低的 你就不敢 湯那些有錢人 是吧 經常說我們這些窮人 沒有納稅 經常說 連財政預算案都 納稅的人很少 因為香港 因為那個稅機很窄 新房稅 少數人納稅 利得稅 少數做生意賺錢的納稅 政府的收入主要是什麼呢 各位 賣地 印花稅 印花稅 OK 一些非經常性的收入 一些經常性的收入 比如包括政府的收費 是吧 水費 油費 是吧 你去拿牌 那些牌費 包括你做食肆的 加牌照費 是吧 駕車 你又要給牌費 那些這麼多種費用 那些政府主要要入城 接著利得稅 新房稅 還有博彩稅 你喜歡賭馬那些 賭球那些 一拳給政府 OK 誰沒有納稅啊 經常說我們這些 基層市民沒有納稅 是吧 我固然有納稅 我是給標準稅率的 我給16% 就是我賺100萬 我就是給16萬的了 OK 啊 給硬的 什麼免稅額 什麼都不關我的事 OK 是吧 但是我都心甘情願 我給這麼多稅 只要你幫多些基層的人 是吧 這個社會永遠都是 有本事的人 賺得多的人 納稅多些 幫助窮人 是這樣的了嘛 社會才會安定的 是吧 但是政府這麼有錢 他善材難捨 就冤枉甘心 我們現在跟他 埋單一計算 那些基建總共超過1千億 1千億啊 這是什麼概念啊 每年政府全年的開支4千多億 是吧 只是這些高鐵 港珠澳 大橋 連堂 所有這些所謂重大基建 全部都工程延遲 嚴重超支 是千多二千億 這些錢 這些錢真是沒有眼淚的 是吧 納稅人的錢 你還有因為你政府 這些基建工程的重大超支 你變相等於剝奪了我們其他人 的福利 和我們應該可以的 對不對 財富是要拿出來合理分配的 這些財富政府的收入 喂 不是你自己生出來的 我納稅 是吧 甚至我給貴租 你是高地價賣地 喂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給錢的 就算你現在是領匯的商材吃東西 你都等於給了稅 你吃些 價值三四元的東西 就收你十幾皮 是吧 其中一半是租金來的 簡單的嘛 為什麼沒有給稅 每個都有 這次的紓困措施呢 他就對長者稍微好一點 給你多個月 包括縱緩 生果金 長者生活津貼 其他 就真的 有少少求疑 都是花三百億 是吧 關於那個全民退休保障 我們講了很久了 睬你都傻 是吧 繼續研究 然後拿五百億出來 將來用來做 因為退休保障的時候 可以 以資入住 那你五百億有什麼用呢 去年提出一個所謂未來基金 在這個土地基金拿二千多億出來 然後每年的財政盈餘 再擺一部份的錢 就整成一個很大的基金 現在他說用來投資 擺股票 上次不是這樣說的 去年 去年是用來建基建的 我扶你去街炒股票輸了 那怎麼算啊 這些就是真的不無正義 你已經有個金融管理局 每年將那個外匯部分 拿來投資 然後去賺錢 或者蝕本 夠一點蝕五百億 OK 那這個不理他 有賺有蝕 已經有錢在做這些 做什麼又要做一個 未來基金 每年在我們那個財政盈餘裡面 撥部分的錢 然後用二千多億土地基金 加上就叫做一個未來基金 找老陳又在 初初我以為 未來基金就是為了我們的未來 等我好像你那樣一年多的時候 他每個月給我幾千人 是不是 那我就說OK 又不是 現在我們經常在說 那個所謂全民退休保障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現在我們那個強積金取消它 然後你過去 僱主工一份 僱員工一份 現在政府再承擔一份 然後包底 然後到了六十五歲 每天給你幾千元 是你的生活費的 現在埋單計算一下 你長者生活 將貼高來 將貼的生果金 加上綜合 只是講長者計算的 是嗎 講的是三百多億 現在加多兩百億 就可以每人每個月 六十五歲 拿著這幾千人 不分貧富 但你說不行 李嘉誠都沒理由 拿這幾千元 退休保障 那不要緊 是嗎 給他自願的 是嗎 又可以 他可拿可不拿的 又或者 訂一個機制 是嗎 你有間屋 都一樣有得拿 但是 你的資產審查 反正以前做開 你又可以做的 其實我就覺得不必要 是嗎 那所以 沒有錢就沒得說 每一個家庭都是 考富難為毋迷取 但是現在說 有八千多億的財政儲備 八千多億就等於兩年的政府開支 那你不是假設未來 兩年政府糾令入息都沒有 不是的 是嗎 這個就是不懂運用那個財富 還有這些守財龍的心態 穩陣 是嗎 一游泳都要一隻腳碰到地才敢游 是嗎 是嗎 走騎樓底 明知是騎樓 要遮住 要戴著一個角龜 就是這些人 是吧 但是其他東西 他就說知你 基建超支千多億 好像臉皮赤幾 厚就沒有反應 現在的高官我幾十萬一個月不做事 除了被我罵之外 就抵了 偶爾被我罵一下 你有幾十萬一個月 是吧 臉皮赤幾厚 是吧 我們的高官 沒有問責下台 就只有聖官發財 最近我們去質問一個 民航處的處長 他今年九月退休 他做民航處長的任內 那個民航處的總部 十幾億新總部 他在自己的房間 做一個私人浪浴室 卡拉OK房 跳舞室 然後被審計次揭發了 我們帳委會 開公開聆訊的時候 我就指著他 罵到他九血淋頭 我說在其他地方 你一定要下台 在香港你就沒事 沒有天理的 這個混蛋 今年九月退休 拿一千二百萬 拿一千二百萬退休金 另外每個月七萬幾元長風 拿到他死為止 這些是誰的錢 你和我都有份地 公不公道 我要有想有法才行 是吧 做錯事不用罰的 普官我自為之 公務員鐵飯館 退休之後 繼續拿長風 一筆過退休金 另外拿長風 有沒有天理 是吧 人們說黃毓民 你經常發瘋 罵人 唉 這麼粗魯又扔東西 我說給你 有槍 一槍打掛他 扔東西 有汽油彈 扔他的汽油彈 這個世界很簡單 最重要就是公義 要公義得到生長 我們的基層 或者所謂弱勢的人 在一個這麼富裕的社會 他是沒有得到應有的照顧 代表這個社會已經是沒有公義 就是不簡單的 所以有時我們做立法會議員 是很無奈的 每年我都講財政預算案 我們都去講這個施政報告 是吧 雖然我會 拉他報 甚至由施政報告致謝 動議我講三分鐘 就臭罵這個梁振英 30分鐘 是吧 但是都於時無報 他就繼續是這樣 但是我們都不得不 就是 繼續發揮那個監察政府的功能 但是事實上洗股力薄 在立法會呢 我就沒有什麼朋友的 不應該說沒有什麼朋友 是沒有朋友的 OK 即是七到沒有朋友 那種 我是一個對六十九個的 孤軍作戰 但是我們都會繼續堅持 所以希望呢 各位如果有什麼問題 那你可以來我們辦事處 和我們談一下都可以的 那關於這個財政預算案呢 其實大家都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就是 現在我們那個政府的開支呢 他一直呢 都就是說 停留在一個 一個層次 他不會有大幅度的增長 包括教育啊 醫療啊 這些要花最多錢的 福利啊 他不會有大幅度的增長 他都不肯做一個 比較長期一點的承擔 只是政府 股財政有盈餘的時候 每年做一些一次過的紓困做事 包括代繳兩個月 一個月公屋租金啊 那時候電費幫你給千百元 今年都沒有啦 這個 新鳳稅扣稅兩批 那我們上限扣兩批 我給十幾萬稅扣兩批 是不是 就是退回兩批 對我們來說根本沒有幫助 是不是 我們都會要求這些 你將這些錢 不如給那些需要的人重號 是吧 退差養 是吧 退差養 就退給那些有錢人 是吧 他退差養沒有上限 那個銀碼有上限 就是兩季 一季二千五元 就是最多一個單位退五千元 但是如果你有五十個單位 就五十個單位成五千元 OK 就二十五萬 是吧 如果你是李嘉誠長江 他有一千個單位 還沒賣出 他又繼續退差養 是吧 你不是給那些有錢人 這些錢是 所以這個不患寡如患不棍 當然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它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 政府就 就是 永遠都是把政策 向這個大商家傾斜 但是你都留些下來 是吧 所以我們會繼續 特別是幫長者 我兩個辦事處呢 我信得過是在九龍西的議員裏 做最多長者服務 OK 那我們 只能繼續努力 多了很多我們的義工幫手 各位老友記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什麼都可以 OK 如果你們有什麼需要呢 隨時可以來找我們 我們 剛才的同事都給了些資料 大家 隨時都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多謝大家 謝謝